据外媒报道,巴基斯坦历时七年的火炮之换计划,最终尘埃落定,韩国的KH179-155毫米,这也是榴弹炮最终祭败中国,美国和俄罗斯的竞选火炮,成为了巴国未来火炮的宠儿。 在此之前,印度宣布,将引进韩国的K9自行游弹炮,要来充实印度的炮兵部队,这样,韩国就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,同时向敌对双方出售武器的国家,考虑到中国在火炮方面的造诣,以及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。 小伙伴们对于这个结果肯定是充满疑虑的,但小冰冰似乎看出点门到来。 本期节目,小冰冰就解释一下,为什么巴基斯坦会选择购买韩国的KH179榴弹炮? 在说这题之前,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KH179榴弹炮。 该炮是根据美国尔征时期,大规模使用的M114、A1155、MM榴弹炮改变而来。 相对于M114、A1榴弹炮,KH179主要将M114、A1榴弹炮的身管从23倍镜换成了39倍镜。 加强扶传动机构,把M114A1的11人炮兵小组缩减至8人。 炮口出速从M114榴弹炮到618米每秒,提升到826米每秒。 最大射速从原来的38每分钟,提升到48每分钟。 KH179榴弹炮在使用普通高爆弹时,射程为22公里。 使用火箭增程弹时,射程为30公里。 虽然KH179榴弹炮相对于美国M114、A1榴弹炮来说,性能提升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。 当然火炮被人所知,并不是火炮的性能,而是连续不断的事故。 2009年12月3日,韩国爆川市舱水面国防科学研究所枪的试验场内。 韩国海军陆战队正在测试KH179榴弹炮的先行弹药。 结果发生火炮炸弹事故,该事件造成了一人死亡。 5人受伤,KH179榴弹炮,现在仅在韩国海军陆战队和陆军二线作战部队中服役。 逐渐被K9自行榴弹炮所取代。 简单介绍完了本篇的主人公,我们聊一下巴基斯坦,为什么引进KH179榴弹炮。 众所周知,中国火炮的性能确实十分先进,例如中国外贸的SHE车载式火炮,射程已经达到了50公里。 但平行而论,我们在传统牵引式榴弹炮,给研发上确实投入不多。 想想我们解放军的重型牵引式榴弹炮,还在使用66是152毫米加榴炮。 而对外销售的主打火炮中,除了卖给伊朗的W88榴弹炮外,剩下的就只有自行榴弹炮和超轻型榴弹炮。 但这两种火炮的造价,肯定是比传统牵引式火炮贵很多,而巴基斯坦是想购买相对便宜的火炮,用来大面积替换老旧的M114火炮,再加上本国的经济水平。 所以,巴基斯坦是不可能大规模购买中国榴弹炮的。 除了小兵,兵刚才所说的理由外,还有一点就是对后勤系统的考虑。 我们都知道,目前韩国所有武器都在使用北约制式弹药,而巴基斯坦目前所采用的火炮是美国的M114榴弹炮, 所使用的炮弹也是北约的制式弹药,并且KH179榴弹炮是在M114榴弹炮上改良出来的。 两者肯定沾线代故,巴基斯坦购买KH179榴弹炮,不光能尽早形成战斗力,而且还省去了改造弹药工厂的费用。 换句话说,如果巴基斯坦引进的不是韩国火炮,而是中国制造的火炮,除了要支付高昂的费用外,还要额外花费时间和金钱去改造相关的药工厂,并且要重新制定新的炮兵使用规范。 最重要的是,巴基斯坦此次购买线炎式榴弹炮的目的,是为了抗衡硬度的FHGTB155毫米榴弹炮,而FHGTB在使用普通弹药的射程,也才24公里,使用全塘底排弹时的射程为30公里,KH179榴弹炮,完全满足巴基斯坦的需求。 最后,我们不要忘了,韩国军售相对优厚的条件,韩国此次购了巴基斯坦的军购大单,不光以超低价格出售KH149榴弹炮,而且还准备为巴基斯坦量身打造一款选新的牵引式榴弹炮。 更重要的是,韩国方面还承诺,只要巴基斯坦使用我们的KH179榴弹炮,我们不光帮助他们升级相关的弹药工厂,让他们的制造水平与世界接轨,而且还对没有制换的M114榴弹炮提供密费升级改造,还让他们具备发射炮射导弹的能力。 虽然韩国方面的一些承诺,说句实话,尤其他自己都搞不定,但对于经费拮据的巴基斯坦来说,这无疑是一个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。 对于观众来说,巴基斯坦放弃中国火炮,购买韩国火炮,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事,但在小冰冰看来,反而证明中国军工行业的进步, 虽然巴基斯坦招标的火炮算得上是重武器,但在火炮家族里,这种火炮会逐渐被淘汰,而我们不光脱离了这次价格的营销模式,并且在一些领域开始和美国等西方巴达国家竞争。 所以,巴基斯坦不选择中国的火炮,还是有它的道理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